年轻的面孔 心里非常高兴 我总是很喜欢大学 虽然我不在大学教书 但是我很喜欢大学的气氛 学校的气氛 这个刚才大家唱校歌 特别也令我感动 那种气氛我确实非常喜欢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那个题目呢 是讲这个对方金尊孔和西化之争 怎么看法 这个刚才陆婷老师介绍我 说我是美国问题专家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跟美国基本上没关系 这个当然从背景来讲 不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实际上不是讲美国 那么近年来啊 我虽然是在专业上算是研究美国 但是近年来 我越来越关注的是 我们国家自己的历史文化 自己的前途 而且我在就是说 研究外国的这个过程里头 多少年来在中国的近代史 跟外国交往 我们有很多情节 这个我特别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时至今日 我们的一切问题 主要在我们自己 不是外国造成的 我们过去有过这样一种思维的习惯 就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苦难 全是列强给造成的 那么当然是这样 我们曾经在近代史上 受过很多国家的侵略 特别是这个抗日战争 到现在这个历史战 好像还没了 那么但是回过头来看到 我们今天已经就是说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了 不要算起以前了 以前先不去说它 我们发生了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难道是外国人造成的吗 就是说也没有国家在威胁着要侵略我们 那么在国际上的竞争 那就靠你自己的智慧和实力 和你自己的国家的状况 而我们国家内部有那么多矛盾 社会上有这么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实际上是要靠自己 而不是就是说动不动 就说这个是外国人欺负我们 现在实际上应该说 中国并不属于被欺负的状态 我想这个大家都是同意的 所以呢 更加需要这个了解一下 我们的过去和现在 更加需要从这个历史上 先得出结论来 同时呢 我特别有一种感觉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呢 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的太少 就是这个特别是对靖当代史了解的很少 当然古代史也少 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对靖当代史 有一个把握和了解 所以呢 我就很愿意有机会 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提出这个 现在所谓儒家和尊孔啊 这个要谈这个问题呢 因为现在好像新一轮的 至少从媒体上看起来 新一轮的这个尊孔又出现了 这个事情这一百年来啊 来来回回已经出现了好多好多次了 就是说这个争论 中国到底是西化呢 还是复古呢 还是这个儒家的文化 到底是不是还要发扬光大呢 等等 这个问题啊 从这个亚片战争以来差不多 就已经一直都在出现 而最近呢 好像有一些新的又在出现 那么新一轮出现的呢 有几个迹象 一个呢 就是在那个2004年 有一批特别知名的 这个知识分子 发表了一个假生文化宣言 表示要这个 就是说发扬这个儒家的文化呀 要这个立足于中国的那个 特别强调 要这个发扬中国自己的文化 那么特别强调 是外国不得把他们的文化 抢加于中国 这个假生文化宣言 其中这个 这些人物里头啊 都是知名人士 其中就有 据说三天以前 曾经在这儿讲过的 杨正林先生 也参加这个假生文化宣言 里头有他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最近也是好像 有一些个 这个人呢 提倡 不但是提倡 而且是实信 开那个书院 把那一批小的 一些青少年招取 专门读经 是吧 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开那个读这个 四书五经 这样提倡这个 另外呢 还有人提出来 要把这个提议啊 倡议 把那个儒教定为国教 这个说中国人 没有信仰 但应该信仰什么呢 就是把 就是儒家的学说 实际上也等于是一种宗教 他认为是这样 所以总之呢 现在忽然又出现 这么一轮这个东西 我 我认为 我想分析一下 我先分析一下 这个 我认为为什么会出现 然后再讲讲我的 这个 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呢 一个呢 就是说 一般的 这个中国 由于中国是一个 非常有悠久的 文化历史的民族 所以 在这个 在 亚片战争以后 这个 被西方打败了 然后又 有一批人 向西方去探索 这个 富国之道 富强之道 在这个过程里头 不断的 感觉到 这个 就是 我们越来越失去自我 好像 那么现在要说 谁 到底 中国文化的代表是什么 比如说 伊斯兰文明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他提出来 阿拉伯人说 我们属于伊斯兰文明 那么 西方人属于基督教文明 这个欧美国家 那么 中国属于什么文明呢 于是当然就说 当然我们属于儒家文明 所以就要把儒家 排出来 但是这个儒家文明 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 到底 现在是不是我们 大家都还是属于 儒家文明 这个问题就 就有问题了 所以想来想去 还是应该把他 还是应该 把孔子排出来 要不然谁代表中国文化呢 这是在知识分子里头 感觉到失去自我的一种焦虑 于是乎就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 经济的这个成绩好像很大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 也这个不可小看 把这个 甚至于有些国家的认为 也提出了中国有威胁 那么在中国自己觉得经济已经很壮大了 这个并且在国际地位 那么大大提高的情况之下 就产生了一种 就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向西方学习 我们这个原来 我就像古迅说的 我祖宗比里阔 我们有古老的文明 我凭什么现在还要向西方学习 这个是一种心态 这个相当多的人 包括网上的愤青们 这个这种心态是相当厉害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 就是意识形态层面的 就是说在政治文化方面 觉得这个西方啊 所谓的要反对西方和平演变 这个西方国家的要想 就是美国特别是 到处要推行他的这个民主制度 那么就这个是 为什么现在这个总统这种思潮 得到一定的官方的支持的原因 这个这样的话呢 可以抵制这个 特别是美国的 这个对中国的西化的意图 就是要 美国现在不是一天大晚 在全世界要推行他的这个民主制度吗 那么要抵制他这个做法呢 拿什么东西来抵制 拿马克思主义来抵制 过去是这样 但马克思是西方人 这个你总不能说马克思代表我 中国残统文化 那么他还是 还想来想去呢 这个 就是又并且又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 能够认同这个东西 所以就 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到底对不对 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这样的几个层面 那么另外一种 还有一个 一种思潮呢 就是开始否定这个五四运动 这个 对于五四运动的否定呢 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特别是海外 有不少华人 这个海外的华人学者 这个觉得提出来这个五四 就是打倒孔家电 跟传统文化 就是我们之所以 现在这个传统文化 遭到这样的这个命运 并且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缺乏了这种自我 自我认同吧 就是因为五四 打倒孔家电闹 这个所以因此呢 五四太激烈 这个在反对传统文化 这方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批人 包括胡适 包括鲁迅 包括李大钊 陈都秀 这一批人 这个那时候那么激进 这个因此呢 这个对中国的文化摧残 就是说应该是负责的 甚至于有人 把五四的反恐 在当到孔家电 和这个文化大革命的 批铃批孔相提并论 认为这个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问题 我底下我在说我的看法 这是一种 一种反对五四 认为它是反传统 还有一种 对站在这个 自由人权的立场上 反对五四运动 认为五四运动 是法国文化大革命的 这个影响太大 以至于走到 激进和暴力革命 这个途径 这个暴力革命 对中国是不好的 这个因此 就是说 这些人是主张 应该走英美的 渐进的 这个改革的道路 这个 而五四运动 太激进了 结果呢 比如像 那个时候 也的确是 比如像 陈渡秀了什么的 确实写过 这个赞扬 法国大革命的 这个 文章 而法国大革命呢 确实一直 是被中国的革命者 奉为归宁员的 因为是 这个非常推崇的 那么 法国大革命后来 又是暴力 后又又产生了 太细 互相 杀来杀去 这个 法国大革命后来 有那个 革命的恐怖 这些 据说 就是说 那个 对中国的革命者 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也是 五四的一个 一个罪状 这是 现在我 我觉得 现在有一些 这一类的吧 这个我们现在出现了 在知识界 在 我在媒体上看到的 在各种 这个刊物上看到的 有这么一些的 这种论调 那么 现在呢 说这个 打倒孔家电和 文革相细定论的 我还想提一下 这个 这个杜维明先生 就是说过这样的话 这杜维明先生 前些日子 就来过南京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 给东南大学讲过 知道他在南京大学 做了 这个演讲 那个 他 不是说这次讲的 我过去看到 他的那个观点 就是海外新儒家的 有一个观点 是这样子 这个 那么 我现在就开始 讲讲 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 就是说中国人 现在感觉到 这个传统文化的缺失 就是说自己 失去了传统 这是有道理的 有一定的 这个 就是依据的 就是有这么 一些焦虑 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感觉到 有这样的一种焦虑 就是说中国人到底立足在什么地方 因为中国人不可能 作为文化来讲 作为一个文明来讲 不可能完全西化 你想西化也西化不了的 不是说该不该西化 是根本不可能西化 你是三亿中国人 你想一想 他立足在什么地方 他的这个 这么长远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习俗 这样的一种 这个 所以说全盘西化 这个威胁 或者是说 这个 这种忧虑 是一种 伪问题 我觉得根本不存在 全盘西化的问题 而在于 你吸收西方的 这个 东西的时候 你吸收什么东西 是吸收精华 还是吸收糟粕的问题 这是一个 因为现在在 全球化的过程里头 你互相 那个各个民族都有 互相这个交流 互相渗透 互相吸收的 这个 这个现实 你不吸收也不可能 第二呢 当然 这个更加发达的社会 和强势的文化 它的影响力就 它的 往外的这个 渗透力就大一点 这个 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就在于 你 我们自己 要吸收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 自从文革以后 就是说我们开始 再一次 忽然打开大门的时候 我觉得问题 不在于 传统文化的缺失 而在于 所有文化的缺失 整个的这个 一代人的 总体文化水平 大大的下降 那么 实际上 在文革以后的 开始 打开大门的时候 应该是说 我们是在文化沙漠的基础上 接受汹涌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外来文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失去了判断力 那么失去判断力 不知道 就是说 不知道取舍的情况之下 什么东西最浮浅 就接受什么东西 来不及 生日 来不及挑选 来不及消化 这个什么东西 时髦 全来了 不管你懂 还是不懂 是吧 那个时候忽然就是 后现代 忽然就是这个 那个 各种各样的 这个最 好 好莱坞的电影 也好 这个当时 就是最新的东西 被认为 以为当时 这个就叫做 西方文化 那么这个 这种接受的办法 怪不得五四 可以怪文革 但是怪不得五四 因为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那一批主张 这个 像新文化运动的 这一批人 首先 他的这个 他们的 那个国学 底蕴是非常非常深的 你想包括 像陈独秀了 陈独秀搞这个 金石学 他的那个什么 包括胡适 胡适九岁的时候 就都 就已经背 背了不少 多少古文和这个 和古文 古诗了 是吧 然后他提唱白话文 这个你看看鲁迅 你们大家都知道 他的旧诗写得多好 他的文言文写得多广 他的字写得多漂亮 是吧 他们都是有很深很深的 已经有了这个很深的 传统文化的修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也特别体会到 传统文化里头 有哪些是要不得的 就是必须扬气的 就是禁锢人的思想 使得中国往前寸步难行的 然后他们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吸收外来的文化 就能够知道 我们最需要的精华 在什么地方 所以五四运动的 这一批建价 他们发现了 最需要什么东西 最需要民主和科学 这个民主和科学 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头 产生不了的 生不出来的 不会自然而然产生的 就是为什么 中国人这么聪明 有这么高时 就是这么早 就有这样的智慧 包括孔子 包括朱子百家 有这么写出 这么漂亮的文章来 但是科学不发达 这里说一定有一定的 政治文化的原因 有这个制度的原因 有思维方式的原因 所以他们要提出来 这个东西是 不管是说科学技术 这个现成的成果 要拿过来 而且是要在 思维方式方向 在理性 这个理性思维 这个方面 逻辑思维 这个方面 要向西方学习 这个 然后民主呢 当然是指的政治制度 这个 实际上陈独秀 当时还 最早的时候提出过 孔光刚是提出民主 他提出来的是说 国人尔欲托 蒙昧时代 修为浅化之名也 则 极其直追 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所以他们想的是 怎么样子使得 中国老百姓 脱离这个 蒙昧的时代 来极其直追 极其直追什么呢 就是要科学 要人权 这个民主 既包括自由 也包括人权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 一个体系的东西 所以他们 所要追求的是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寸步难行 没法寻步 思想没法解放 这个 这个老百姓 永远处于 被奴役和浓昧的状态 所以当时的 这一批 人人之士 最重要的 是要这个 就是要这个 治鱼 这个鱼 就是愚笨的鱼 就是要中国 中国人脱离 这个蒙昧的状态 那么 严富 就是提出来这个 是吧 当时有好多人 提这个口号 严富提出来 就是说 他是主张 先改 先教育人民 然后再改变 这个 再共和制 他说 这个 明治之不开 何以共和为 就先开明治 随着翻译了 好多好多东西 当然 元富后来变成了 在元世凯的时候 有一个 不光彩的记录 就参加了 这个筹安会 就是他后来 但是他在 这个开启明治 这个方面 是起了非常非常 这个 先锋的作用 他先把这个 进化论给翻译 翻译过来 是吧 翻译了这个 那个 约翰米勒的 论自由 他翻的这个题目 叫做 群集权戒论 就是说 群众和我自己的 这个权力的界限 跨在什么地方 就人跟社会 我有什么权力 应该 但是我对社会 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他是 他是这么样 理解这个自由论 不管怎么样 约翰米勒的自由论 是非常非常 这个完整的一个经典 经典 他给翻译过来 所以那一批人 他所着眼点 是在这些方面 是说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贫穷落后 这个想来想去 需要的是这些东西 需要科学 需要民主 需要人权 那个梁启超 写过 新明说 新明说 他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把旧的人民 中华民族 这个人 整个整体 改成新的人民 为什么 他说 他大体上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人 一直都是被奴役的 就是一直 如果一般的老百姓 在本国 老是处于一种 被欺负的 被奴役的 没有权力的 这个没出说话的 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一旦 有事 也就是说 有外国侵略 你叫他站起来 保卫 我们的国家 跟外国去争平等 这是不可能的 你首先 必须要 本国的人民 享受了平等的权利 你才可以去到国际上 去跟外国争平等 而且本国人 还必须享受 跟外国的 国家里头的人民 同样享受到的权利 你才能够指望 他们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去这个反对 这个列强的亲人 如果你要是在国内 是这个人民 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处于蒙昧的 处于愚昧的 完全没有 就是说 没有骨气的 这样的 没有尊严的 就老百姓 如果没有尊严的话 你也很难指望他 为国家的尊严而奋斗 这都是杨启超 一百年以前说的话 所以我说这个 五四的意思 不是光是五月 1919年 五月四号 这么一个游行队伍的问题 而是从晚清 雅天战之以后 一百年来 多少年来的 这个人人之事 一批一批的 慢慢慢慢 他们觉悟起来 这个追求真理 然后五四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达到一个高潮 而且以一种这个 这样的示威游行的 这个 就是形式 很激进的形式 出来 并且他们出了这个 新旧年的刊物 里头大声疾呼 当然那个时候 因为有辩论 有这个 有各种阻力 非常非常大 旧的势力 非常大 因此他们说的话 有的时候 很偏激 也很不严谨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实际上也就是一批青年了 也就是二三十岁了 这个 对非非常激烈的 要讲他们的主张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觉得 就从这个 五四以后 也实际上 它这个冲击 这个力度 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把那个残土文化 撕开了一点点口 这个 这一点口 就能够 这个接受 很多 这个 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在当时 所以呢 这个 但是他没有能够 继续下去 因为呢 就是因为中国 老是中国对待西方 有两种这个矛盾的态度 因为西方老欺负中国 那个时候 确实是欺负中国 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啊 有不平等的这个 那么中国人就总有这样 一个呢 就是说 对 要反帝 爱国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反帝 你要维护国家的尊严 维护这个 呃 国家的权力 是吧 他就 他就 必须反帝 但是反帝 但是你要反封建 他说反帝 反封建 要反对旧的制度 反对旧的思想 这些旧的文化 你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所以就有一种 又爱又恨的 这样的一种情节 这个情节 老是这个此起彼伏的 呃 老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里头 就是一直都是没有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不能把这个两个东西啊 理性的把它分开来 你 你反帝 为反帝 你要有人请权 你当然反对他 但是 他哪些东西是 我们应该拿来 作为 就是说 我们作为富强 要追 要求这个中华民族的 进步和富强 我们哪些东西是 觉得是应该学习的 你就老老实实的学习 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解决好 所以来来回回的 老在这儿 这个老是这样折腾 那么所以呢 我就觉得 这个 我在讲一个 我自己 就像我这一代的人 所亲身经历的 我是自己 没赶上五四 我的父母的一代 是赶上五四的 我觉得我之所以 能够受到这样的教育 跟我父母的一代 他受到了五四的熏陶 有很大的关系 他不一定自己参加游行 或者是在新听年上写文章 但是他们是受了 那一代的这个 五四的熏陶的影响 因此他们才有 比较开明的思想 比如像 我母亲就是能够 作为 我母亲如果要活着的话 一百零几岁了 她是那个 世纪 二十世纪同龄人 但是她那个时候 就能够进新学校 能够在社会上 做一个职业妇女 然后她能够 她们都有 都有这个 不重男轻女的思想 所以对于这个 下一代的教育 完全没有想到说 你女孩子可以少受了少 放点学 这种想法就没有 这个都是跟五四 有关系的 另外五四以后 有没有把传统文化 全部就废弃掉呢 我觉得也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上的这个 就是当时的学校 都是当时的那个 就是国民政府所 审定的课本 或者什么的 国研文是很多的 我从小学三年级 就开始念文研文 就中学开始 就有这个经书 就是加一点 今年加一点孟子 明年加一点诗经 后年加一点 初中三的时候 加一点理系和大学 好像是这样 到高中一的时候 加左转 这也就没有 对没有因此 就是说把这些 一个传统的东西 都废弃掉了 这个都是五四以后的 教育制度 这个所以我觉得说 五四要为这个 叫要为传统文化的 断裂负责 我觉得不是这样 事实上不是这样 但是五四以后 确实这个有了新的文化 我们都接受过 这种那个人权平等自由 不自由五名词 这个口号 我我从小就知道 这个还有就是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非常重要 我们所缺乏的 也是现在很缺乏 所谓公民教育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 你作为社会的公民 对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你必须遵守的某些道德 这个道德规范不是旧道德 不是光是对你的父母 那个或者兄弟 或者是什么负责 而是要对全社会负责 所以从小学开始 包括不随地土壇 也从小学就有 公民课本里就有 就你不能危害公共的卫生 就属于这一类的 所以我觉得 五四以后所产生的新的教育 所产生的这个 并没有跟传统完全决裂 所以拿它跟文化大革命 相提并论是绝对 绝对荒谬的 我认为是 是非颠倒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 后来批定提孔 它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从提孔开始 后来说是提灵提孔 你拿提灵标和提孔 搁在一块能搭界吗 根本就是瞎闹 它只不过就是一个 政治斗争里头 随便找一个口号 来瞎说就是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 和传统决裂啊 那时候扫四旧啊 什么这些东西 首先是它并不是 只针对这个传统文化 它针对所有的一切文化 这个不管是传统的 还是新的 还是旧的 还是这个 包括这个苏联牌的 马克思主义 全反对 这个也所谓地修反 所谓这个什么什么 全没有 第二最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自发的 是自上而下的 是上面绝对专制 下面是完全盲从 而且疯狂的 无理性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只要一句话 一个号召 它立刻就可以转向 并不是 那个五四眼中是一批知识分子 自己自发的 无权无势 没有武器 什么都没有 他自己想出来了 从思想上 接受了一些先进的思想 又过又名 然后自发的起来 因此他面对的是 强大的政权和强大的救世力 他需要自己用思想的力量 因此有的时候 喊出比较偏激的口号来 而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是这样 它完全是一场政治斗争 是下面完全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的 一场政治斗争 只不过是在一种造神运动的情况下 大家能从这个 而且把人性里头最坏的东西激发出来 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够想象 那个一些非常天真活泼可爱的中小学生 一到运动来了 把老师侮辱成这个样子 这个而且有很多把老师打死的情况 是吧 这个怎么会出现的呢 就是在一种这个盲 就是群众性的 这个一种特殊的 这个盲目崇拜的情况之下出现 这个跟五四英国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我觉得一些海外人 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 暂时说话不腰痛 把他这个 他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 惨痛的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随便从概念到概念 你也提孔他也提孔 然后就把他搁在一起了 我现在要着重讲这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诸位比较 就是现在在座的年轻人 大概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以前的政治运动也没经历过 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 所以我确实希望这个 要着重的讲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因为我常常觉得有一些个 应该说是海外人士吧 我不是说对海外的汉学家 或者是说一些大教授们 有什么偏见 但是有些时候 他们所提出来的貌似 非常有学问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 就是说他根本就一直是在一个非常 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这样一种自由的环境里头 然后他觉得远远的一看 这两个东西都在一起 然后我就好像可以相提定论 这个我觉得是从本质上讲 是不是一回事 那么还有呢 我觉得就是说 那么我们到底传统文化还要不要呢 我觉得当然要 这个怎么个要法呢 我是这样看 所谓这个传统的文化 有几层 一种是属于生活习俗 就是你这个是很难改变的 这个多少年来 比如说 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改变 那现在也正在改变中 比如说婚丧嫁娶的这种礼仪 是吧 这个而且不光是说 全国一样的 你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习俗 这个你怎么样过节 这个过什么节吃什么东西 这种习俗 这个生活习惯 这种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改变 除非有一些漏习 比如说残足 那当然就要把它改变掉 这个属于漏习的 属于这个迷信的特别厉害 而且有害 迷信到有害的地方 这样的一种漏习 或者是建立在过去的 这个极度封建传统 或者是男 比如说男女绝对不平等的 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这种漏习是要改的 但是一般的生活习俗 这个无所谓优劣之分 你就是用不着改 但是恰恰我们现在在城里 起码 这种习俗改得很厉害 是吧 比如我经常要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现在吃生日都要吃蛋糕 而吹蜡烛 这个完全是西方的 我们向来生日都是吃长寿面的 我们现在不吃长寿面了 也不做寿陶了 这个就要吹蜡烛 就要吃蛋糕 也许蛋糕比较好吃一点 还是怎么样 但是 这个是完全西化 西化的一种习俗 也无可厚非 你愿意这样也可以 你愿意回过头去再吃面也可以 这种都是没有关系的事情 也不必去批评 也不必非要保留什么东西不可 不学也可以 学也可以 这个就是一种文化 这个文化习俗 这是铁层四的 还有一种的就是艺术创造 审美 我认为恰好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头的艺术 文学艺术的创造 是极为宝贵的 这个中国的发展出来的 中国中华民族的一种 非常高雅和精致的审美 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这个东西是非常宝贵和值得保留的 可惜现在正在流失 包括你看这些 南京是一个古城的 这个好多东西都被拆掉了 我觉得非常惋惜 这个这种东西 是应该保留下来的 而且是我们这一种 代表着某种这个艺术达到极高的水平 还有中国的这个历代上这个汉汉 秦汉文章 唐诗诵词 圆曲 这个比如像最近 我们每次来南京 这个陆老师都给我们安排看昆曲 我觉得这些是值得保留的 这是非常精致的文化 固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能够 就是说让现在年轻人都突去 那么欣赏 但是你必须把它保留下来 代表着我们曾经达到过的极高的水平 而这个东西不会阻碍我们前进 还有一种是价值观 这还有一种文化层次 就是价值观 如你道德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有值得继承的 有必须改变 这个还有一种是抽象继承的 我特别欣赏这个 我特别就是能够接受 这个宏友兰先生讲的 道德抽象继承 他提出来道德抽象继承论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受到很大的批判 但是他确实这个解决了一个 清旧道德如何这个 融合的问题 你比如说过去 中国人讲 忠孝结义 是吧 这个 这个可以 在实践里头可以弄得非常诚实 这个于衷于孝 这个 讲这个 乐子师教 世界师大 这个 这推弄得很诚服 但是你要是 把他抽象的继承过来 你终 你不一定是终军 但是你为人我而不忠乎 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对的 就你总应该 这个对朋友也好 对国家也好 你总应该 就是有一种忠心 而不是这个 随时都被叛 是吧 这个敬业的精神 你在一个地方工作 你应该用于这个 这个地方 或者是这个 你的你的一个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是吧 这个人 这种抽象的继承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人 比如说 人一提到中校结义 结就能想到裂父 就是要付 要要要这个 寡父不再嫁 或者是说徐希 老师牺牲这个 许的 这个 当然这个结就不是这种结 但是人要讲细结 这个是应该 常常说这个人晚结不保 是吧 这细结是一种道德操守 你总要有一种原则 你为这个原则 你可以牺牲其他的利益 这个应该是需要的 所以我就想 有好多道德 你是可以抽象继承的 而且还有是可以横向 这个 共同的 有普世性的 你一个人 讲性意的人 你一个人不是特别自私 而能比较慷慨的 或者是说 这个比较乐于助人的 不管是在西方 还是在东方 大家都认为这是好人吧 如果要是在东西方之间 没有共同的 道德的 这个没有不约尔同的 一种共同的 道德认同的话 你根本就没办法交流 可是现在你看 我们一般的 在对外交往 还是比较容易的 你撇开那个政治和这个思想 意识形态不谈的话 你人跟人之间 你碰到一个外国人 大家也都是差不多 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你一些不约尔同的 有一些的 道德的底线 有一些做人应该怎么做 对朋友应该互相帮助 等等 这个对于哪一个国家的人说起来的话 都有它共同的 所以我觉得道德有普世性 不是哪一个民族特有的 但它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你在中国的经典里头是这样表达 在圣经里头是那样表达 在可兰经里头又是那样表达 但是总是 一些经典的东西 总是像 总是要人向善的 总是宣传人向善 没有宣传人向恶的 你在佛经里头是 它这么表达 是吧 各种宗教 也都是说 除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之外 它总是叫人向善 在从个人修养方面 没有说是叫人 可以随便杀人放火 抢人抢劫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 但是呢 每一个民族 还是有它的传统道德的表达方式 你如果这些东西都丢掉了 你也不可能完全吸收 这个外来的某一种道德 变成了你自己的 你这个人旧道德一点都没有 简直就是这个忤逆是吧 对父母不孝 对这个 这个配偶不忠 然后又是对什么 那个对朋友是那个 进坑蒙改变 然后你把这些都不要了 说我旧道德不要了 我再去接受新道德 这新道德也 人家也是讲这些 这个西方的道德 人家也是讲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 既然一般的我们说 这个人还有点旧道德修养 还是一种保义的 就是说他还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这个多少代以来 有这么一种教育 人应该怎么做人 做人应该有一个底线 这是君子之为也 是吧 有些事情是不能这么做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有的 不应该丢掉 常常我看的有的电视剧里头 这个有的 有的孩子 有的年轻人 这个在家胡作非为 然后他父母就管 他说他不应该这样做 他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在去坚守这个 好像到了90年代以后 人都可以什么都不管了 都随便爱干什么干什么 这个不行 这个一定的 这个传统道德 这个是需要的 而且在传统道德里头 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 也不一定非得要从 这个四十五军里头找 就是我们几 多少代理来 传下来觉得做人 应该是这样做的 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做到这几点的话 这个人应该算是 在道德上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人 但是有几个人 现在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富贵不能赢 这个一看 这个里头也可以 孔子说 富以贵我所欲也 不以其道而得知 我不为也 这个就是说 你总得有一个 以其道而得知 是吧 现在有好多 就是不以其道而得知 看一看 为了官 为了权势 为了钱 什么东西都可以干 这个你用传统道德 你不管用西方道德 但是我们可以有传统道德 明明有很好的 传统道德在这儿 还有贫贱不能移 就是我已经 这个现在经济状况不太好 但是有一种引诱 只要你放弃你做人的原则 你就可以脱离你的贫困的状态 你做不做 这个就叫贫贱不能赢 是吧 还有就是威武不能去 这个更难做到 所以在高压的底下 你还能够坚持 说真话 坚持你这个做人的这个骨气 这个在某种社会环境里头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做人的底线的话 你这是就是不错的了 所以我说这传统道德 你不用去否定它 它就是有好的一面 但是传统道德里头也有 不适于这个新社会 不适于这个新的工业化社会 你比如说在如我们的就讲儒家的道德里头 讲这个传统非常重家族的关系 这个那么到了这个我们的现代的 比如说现代的企业 现代的政治 这个里头你要都是非常讲家族关系的话 这个就是非常有害 这个你为什么这个中国人要异地为官 你不能够在本乡为官 你要一个人在本乡做官的话 非常难坚持原则 这个这个我碰到好多一般的老百姓 特别是农村来的 这不光是农村的 就觉得你比如说我一个叔叔大拜 他帮了官 天经地义的 他就应该把我们所有全家的都想办法改善 我要是托你安排一个什么我的孩子 你居然你就不答应 你这个人简直是大力不倒 就全村的人都骂他 所以你你要你到底是坚持这个原则呢 你还是寻思呢 这个里头就非常非常难 这种这种这个中国的 但是他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他这真不够意思 我我从小把你带大 结果你反过头来 我却那个好像 你求你点事你居然连这点都不理 你要跟他讲 这个这个是我们的原则 这个是法律 这是什么他不管 这个这个很很少人能接受 这一般老百姓心目中 所以其结果呢 中国人就只能异地为观 就是让你不要在本乡做 你到外乡去 你谁都不认识 你就可以六亲不认识 你这个就可以做这个 就是就是这样 这个在西方的政治里头就很奇怪 他正好相反 他必须是在本乡的人选出来的人 他要很熟悉的人 他才能够信任他 大家大家选他 然后他为大家做事 但他为大家做事 他不需要去为这个哪个熟人 哪个家族 他都有监督 你要是安掐了熟人 别人都要对你有意见 是吧 在议会里头就就就要批评你 或是这样 他正好他必须在本乡的人选出来才行 这个正好是相反 而我们呢 我觉得就是这种这种道德观念 这种伦理观念 是应该应该破除的 像那个家族企业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这个常常有很 有很多这个阻碍进步的 这个坏处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还有一个的就是说 这个歧视妇女 这个歧视妇女的问题呢 我说五四已经给他破了 可是现在又回去了 这个我觉得 大概从这个很奇怪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啊 我认为在人们观念里头 这个对妇女的看法又有点退步 特别是在广告词啊 或者是这个在在电视 在这些在各种电视剧里头 就是非常强调女的依赖性 和以色取人 在取悦于人的这种 这种观念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跟我们的 也不能是说由于开放了 这个西方的这些开放东西进来的缘故 西方的这种 就是所谓性解放呀 这种这种东西啊 他比较是男女平等的 不管你觉得这对还是不对啊 这个不对 但这也应该加以约束 但是他并不是那么不平等的 这个但是在我们 这个现在又回过头来 什么这个秘书的这个 就变成了是情人的代名词了 这个女秘书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都带着一种 这个倒退的性质 这个就我觉得在几十年前吧 至少是在二三十年以前 这个现象已经不是这样 但是现在又倒退回来 这个倒退回来 跟中国的传统有极大的关系 而不是因为是外来的 这个完全就是一种反潮 所以我就说 这个传统的观念 伦理道德这些东西 有应该批判的 有应该继承的 这个 而且有的东西是抽象继承的 那个 这是说道德层面的 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政治层面 就是说传统文化里头的政治文化 我觉得是最应该扬起 最应该改革的 这个现在讲的半天尊孔 或者是说宗汉朝 董宗书这个提出来 并于一尊 这个拿这个 儒家的学说作为道童 实际上也并不是真的 不按儒家的学说做的 而是按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叫做内 外儒内法 实际上是法家的作用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毛主席非常坦率的说 这个历代都行秦法制 然后他说他就喜欢秦始皇 就不喜欢孔子 这个孔子讲人证 这实现是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你说历代那个皇帝 他哪一个皇帝讲过人证 实际上没讲 实行过人证 他讲的都是人证 但他什么时候实行过人证 哪一个皇帝没杀过多少人 这个所以呢 实际上就是说 拿孔子 拿儒家的这一套东西来说事 本身带有虚伪性 这因为他实现不了的 这个孔子是非常有博大心怀的 他有很高的理想 他到处去游说 希望能够接受他的这个理论 那么他的理想中 就是一个统治者 应该爱民 应该这个实行这个人证 不应该用刑划来这个吓唬人 这个压 这个来来威敌 然后呢 应该施教化 把人都教好了 按照他的这一套教 然后就都能够好了 这实际上根本就行不得 所以实际上 从清始皇统一中国以来 他用的是延寻镇法 哪一朝哪一代 我就没 现在这个电视剧以后 把清朝的所有的皇帝 都美化的不得了 好像他们都非常的这个 英明伟大 而且这把他极端残酷 杀了不知道多少人这一面 都去掉了 都掩盖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害 现在的电视剧 是宣扬了一种 就是给使我们对于历史 有一种歪曲的这个体制 并且是这个寻扬君主官制 我认为是这样 但是你也没办法 他好像这个吸一眼球 然后弄得大家都以为 甚至于我觉得 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 会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紧接着清朝来的 当下什么都没了 这个就是没 那个民主革命这套都没了 所以我我我顺便说一句 我认为现在的电视剧 是非常爱去历史的 所以呢就说政治文化 这个方面 不管孔子的理想是什么 首先他没行得通 第二即使像他的 按照他的这个理想 来做的话 也是成问题的 因为那个我记得 那个时候有一个争论 就是我们一般说君子和小人 孔子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 那么君子指的是什么 在我们通常的心目中 认为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 这个小人呢 当然是这个 这人头太次了是吧 属于这一类的人 这个道德挺卑鄙的 或者是这个 经常看点不对的词 但是还有一种 这个解释呢 就是说 君子是指的在位的人 指的贵族 指的统治者 至少是比较在高 有高位的人 小人是指的平民百姓 是这个没有 就是庶民一般的 那么比如说 孔子说为君子 为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业 他这是被养的那种人 也就是家奴 或者是这个 这一类的 这个 所以 那么这两种解释 到底是 哪个对呢 我体现我不太 没有太想清楚 现在我觉得 比较想清楚的是都对 就是说 因为孔子的心目中 是好人政治 就是你居高位的人 就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 这两者是 是这个 合尔为一的 就是你做了统治者 就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 然后他说 这个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 地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君子啊 他的德 他有道德 他的道德就形成一种风气 小人呢 就是说 底下的这些的平民百姓呢 他就是像草一样 你这个风 往哪边吹 那个草就往哪边倒 这个就是说 君子应该 树了一种好的风气 然后他树了这些好东西 他就感化 像那个下面的 一大批老百姓 这个 所以以身作则 这是就这么来的 就是说 凡是在位的人 都应该是 这个身体力行的 行这个道德高上 然后他就感化和教育 教化一大批感性 这样的话 你就不一定非得用刑法 来吓唬他们了 这是他的理想 但是他的这个理想 是不可能实现的 首先是绝对的人质 好人政治 就是 就就就不是 不是法治 不是这个 用制度来制约的 那么 当然 他绝对 没有想到的一点 就是英国的 那阿森辛格 所讲的那句名言 就是权力的腐蚀性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蚀 就是说 一个 一个人掌握了权力 不管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他如果手里头 集中了一定的权力的话 他就有做坏事的欲望 他就很容易腐化 他就很容易 这个如果他是绝对的掌权的 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头 他必然就要干坏事 这个是 这个是现代政治的一种理念 而且是经过实践证明的 所以为什么要民主呢 意思就是说 必须有那么一种制度 来制约 不要使任何一个人 或者一群人 能够掌握绝对的权力 那么你要做坏事 有这个 有这部分人来制约你 他要做坏事 大家都这么 都互相这么制约着 他就 即使 当然还有坏事 还有丑闻 但是不至于到 就是说 泛满到 没法控制的地步 这个是建立在什么呢 建立在人 可能性恶的情况下 就是说 前提下 就是人要是掌握了 不管是什么人 没有人天生就是 永远是特殊材料构成的 永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受到辅食 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人都是有他的弱点的 他在一种情况下 他就可以做很多好事 因为他有各种约束 这个 他没有约束了 而且他有绝对的权利 而且四周围的人 一天到晚 他听到的 没有一个人能批评他 都是听到的 都是好话 他再伟大 再英零 他最后他必然被扶持掉 这个 这个是 比较符合实际 这种现象 是经过这个实践考验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才需要有一种制度 加以制约 而在儒家的政治文化里头 没有这个东西 他没有设计出一个 可以制约最高统治者的 这个 这个东西来 那么皇帝是寿命于天的 他不是寿命于老百姓的 不是寿命于民的 也不是那个 下令过那个时候的贵族 这个给国王 这个大家 制约他 跟他分权 或者是推选出来的 你说贵族可以拥戴一个国王 他也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他就没有人能制约他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然实际上 国王也常常制约于 比如说 有一阵子是外戚党权 有一阵子是太殿党权 什么的 他也弱势国王 但是实际上 他们这些人 党权还是以国王的名义 皇帝的名义 在发号使命 在迫害其他的人 是吧 所以就是说 没有一个在政治现代的政治文化里头 这个必须要有 这个权力的制约这个概念 如果没有权力制约的概念的话 他这个腐化是避免不了的 这个呢 在儒家的政治文化里头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人家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以 这个孟子说的君卿名贵 是吧 这个 这个名为贵 设计赐质 君为清 这是孟子的名言 这个大家赢的很多 就是为了要说明 我们从2000年以前 在口梦之报里头 就有认为 就是就有名本 以名为本 这样的一个 一个思想 那么 我 我是这样觉得 我最 以前念孟子 我是小时候就念过孟子 但是我现在在重新念孟子的时候 我首先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挺羡慕他的 他那时候跟国王那个平起平坐呀 而且能够把梁慧王信的一愣一愣的 这个梁慧王说一句话 他说十句 他说不对不对 你说的不对 应该怎么着 应该怎么着 自从孟子以后 有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想说过这样的地位 敢于对这个统治者说 你说的话不对 还当年跟他说 这一点呢 我觉得说明在春秋战国时候 这个市的地位 确实是很高 而且是有一定的独立性 而这个独立性 以后就很少 这是一个感想 然后还有呢 他还能够当面跟那个国王说 其实你呀 没那么重要 还是老百姓重要 这个话 他也可以当面跟国王说 这事儿 我就想不出来 我们谁能这么着说 这是比较这个 我觉得孟子当时的地位 确实是比较高 后来的知识分子 中国老想当帝王师 老是想 对我出一个主意 就能够这个 给这个统治者 这个出谋献策 然后他听了我的 我就是帝王师 实际上已经办不到了 他只能是跪着说 他不能这样平起平坐的说 这是一个 但是孟子说的这个名为贵呀 跟后排的 这个 就是跟现代的 每一个人有不可转让的权力 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每一个 每一个人的这个权力都是平等的 这个 他那个时候的民和君 还是不平等的 他的心目中啊 所以孟子说过 无父无君是情受也 他批判那个杨猪的时候就什么 杨猪是主张个人主义的 他他他批判的时候就是这个 所以君父三纲五常 在儒家的思想 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 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孔子以礼至天下 就是那个礼貌的礼啊 这个礼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 指的就是说互相之间的一种礼节 这个礼节代表什么呢 代表某种等级 就是说代夫可以有几匹马 乘几匹马的车子 这个到君王可以乘几匹马的车子 到哪一级 就使用什么样的祭祀的器名 这些都是一级一级都搞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叫做礼不下庶人 到了你什么都没有的平民百姓的时候 你也用不着遵守这么多 反了乳节的礼了 就是就不就不需要了 所以呢 在孔子的这个理想里头 这个人就是一级是一级 那个等级非常清楚 大家都在这个等级底下 不坚越不越位 所以他说他最讨厌这个犯上作乱的人 这个犯上就是作乱了 你要是一犯上了 你就影响和谐 他想的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定的等级里头 谁都安分守己 不要想不要想这个位 这个跟现在现在社会完全是不利 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 当然我不是这个大 这个现在所谓的新儒家 或者是的国学大师 现在有好多是吧 在我们国内 我因此呢 也没有资格来对这个儒学的经典 讲就是做很深入的学术性的探讨 也许有很多人说你根本就没资格 我们是专门研究这个是吧 但是我觉得根据尝试 根据我们这个近代史这么过来的 就这么一亿无数人人之事 为了这个追求中国的富强 而甚至于牺牲了心灵生命是吧 比如像一个戊戌六金子 他要去他要他主张君主立宪 连这个他都要抛就是掉脑袋 主张君主立宪就要掉脑袋 你想这个这个制度还还能不改吗 就是那个 然后后来君主立宪不行了 因为他们他们失败了 然后才有这个宋宗山的武装革命 进行了这个建立了共和制 但是建立了共和制之后 因为那个思想没改造 整个的这个文化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共和制的虚名底下 也有了异货也有了这个 但是实际上还是旧的一套互相这个 以至于几次复辟 就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呢就当时的比较先进的 这是本子一代又一代的 这个这个像比较 当时是那个欧洲 主要是欧洲 后来是美国 这个寻求觉得他们为什么比我们强大 起先觉得是因为武器 比我们强大 然后后来觉得要化武器给发展工业 所以有洋务运动 然后觉得发展工业必须要学科学 所以改造教育除了这个四十五经之外 要学声光电话 是吧 要学这些科学 然后在出洋考察 像郭松涛他们这些人 发现人家制度比我们优越 他写了 他写回来的报告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他还讲到了 讲到了他们的这个议会选举 讲到了这些 但是他回来之后被认为 被很多保守派给打下去了 后来他就郁郁以终了 就是根本他的报告就给 根本不让他再传阅 然后就 他是非常不得意的 那么这些都是 在这个之前呢 在康良之前的人物 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寻求的真理 一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 达到了比较高的高潮 然后在五四运动以后 大概是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就是这一批留学生 奔还的和这个 和后来又出去的 或者是教会学校的 或者是什么的 留学回来 那个时候出去留学的人 很少是想留在国外的 都是回来 都是想要回来改造中国的 那么因此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时候 是中国现代化大踏步前进的时候 现在的 比如说你们东南大学 是去年还是前年 一百周年 是吧 这个都是一百周年 好多好多大学都一百周年 那就是说 现代的教育是在那个时候 就在一百年前开始的 这个 和现代的新闻 还有像这个出版商品书馆 也是什么百周年 什么 就这一批 这个 现在的实业 好的民族工业 像在这个南京 就有永利九大化工厂 是吧 那个时候 还有现在的金融业 等等 这个 一大批 都是那个时候奠基的 那个时候奠基 就是从这个新文化运动 从这个 晚清 一直到古斯以后 这些从思想上 这个 就是说解放思想啊 这个解除了 消除了很多障碍 不然的话 你按照这个新的办法 来做这套东西 根本在社会上都容不下 是吧 但是后来就可以了 然后就 还有就是说 从开始 这个女子 可以在社会上有职业 不但受大学教育 而且还能够在社会上 做 办事情 像那个 我们都知道 像这个林巧智大夫 是吧 像这一代女的 就有很多 解除的 能够有所成就的 所以这个 这些的努力 我觉得 我们不能够忘记 我们不能够 好像现在 忽然这些事 都没发生过 这 这前 这个独树 知识人人 这些先贤 所做的努力 都不算了 然后啪一下 又回去了 说我们原来几千年 以前就这么伟大了 这个 这个 那我们就永远就像 这个 用一句北方的俗话来讲 就像狗熊掰棒子 就是说 你哪里掰一个棒子 趴扔了 就掰扔 你永远积累不起来 你最后手里 只有最后一个 你以前的都没了 这个不行 所以我就特别主张 我们年轻人应该多知道历史 这个历史特别要知道 这个 一百五十年来的 这个 就是在改造中国 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里头 那么艰难 或者有多少 特别优秀的中国人 所做出的成绩 所写出 写的文章 我们今天在这儿 讨论好多事情 其实他们老早就已经都想过了 而且他们有很深刻的 这个议论 那个比我们现在讲的要深得多 他好多问题他都看到了 包括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 包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发展科学 包括这个政治应该怎么样改革 或者是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当然你们诸位有很多是学理工的了 但是如果要是对历史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可以多看看 经代史上这些个人的著作 或者是随便翻翻 这方面的东西 包括民国史 这个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们 我不是说不要传统 但是如何继承传统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比如说 我这个 看到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胡适在台湾去世以后 胡适一向是一直是坚持他的这个自由主义 但是他是比较温和 而且呢 他也常常妥协 那么一直到了台湾之后 他还是对这个蒋正权呢 有很多这个批评和斗争 然后后来他去世了 去世以后呢 蒋介石给他有一幅晚联 他这个晚联是说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诗调 这是他对胡适的概括 但是这个晚联我估计呢 也是他的笔杆子替他写的了 不一定是他亲自写的 但是这个概括 概括的很好 就是说这一代人 他就他有旧道德 他有新文化 他有旧伦理 他有新思想 这个你不能说 你比如说这个胡适 他这个旧道德 他还是很守得很累的 他的婚姻就是 他是从父母之命 他始终没敢 没敢离婚 这个他是很旧 他这点没有鲁迅这个厉害 这个鲁迅就公开的 跟徐广平结婚了 所以呢 就是说 不管这是个人的选择 这个不去管他 但是说是新旧道德 这个里头是可以 可以融合的 这个 那个还 因此呢 我就觉得 我要讲的呢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 我希望 同学们能够多读一些 这个中国近代史 这个对于说 我们要不要传统文化的问题呢 我觉得传统应该包括 这个 这一百多年来的努力 和心 已经有很多人创造出了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一个古老的文明 要生存 要发展 要再 要走向 进入现代社会 你不改造是不可能的 你比如说 这个欧洲的 这个 从中世纪 他如果没有宗教革命 没有启蒙运动 这个他是 他也不可能 走向现代化 实际上 所谓古老的基督教文明 经过宗教革命 从天主教到新教 他已经经过改造 如果他恰巧就是由于他要适合当时的这个 这个社会发展的需要 要解放思想 要从这个教庭的这个统治底下解放出来 他才 他需要 需要发展新教 然后求了宗教革命 他就有这个 有这个文艺复兴 先是有文艺复兴 然后有宗教革命 然后有这个启蒙运动 然后底下接着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他这样一点解放一点思想 社会前进一点 所以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从欧洲产生 他是总结了欧洲的经验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互相这样 这个互动的 这个马克思从这个欧洲的这个发展经验里头 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 就是要想 想到我们的这个中国 要 要有自己的文明 自己的文化 你就是必须要从旧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这个改造 就是必须吸收世界的先进文明 里头的好的东西 现在已经是互相 就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 你不吸收也不行 你那么就吸收坏的 你要不就吸收好的 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所选择 这个我们选择了坏的 你不能怪人家 说我们现在坏的都怪你 那人家说谁让你吸收的 我也没说非要这样 不可是吧 就现在也不就是 也没有用大炮来强迫你 那个吸收那些个 这个什么暴力啊 色情啊 那些个在好莱坞电影的东西 他也并没有强迫你要 跟你自己要的 所以我就说我们作为 既然是在大学里头上了大学 那么应该是作为一个社会上 最有文化的 可以说是知识精英 这个这样的一层人物 应该有这个 有一种追求 有一种辨别能力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做人的底线究竟是在哪 那么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算是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 我最近在这个南海 南大就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头 看到了这个雕塑家 熊炳明的一个雕塑 我不知道你们去看到没有 一个如子牛 在那个如子牛底下 这个 就是杨振宁写了一句 说这个是最代表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那么他自己的 熊炳明自己的那个题词呢 这个大概是这样 我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原话 就是说啊 人者看见他 看见这个牛 就想到鞠躬尽瘁的奉献 勇者看见他 就想到绝强不屈的奋斗 智者看见他 就看见他低下前提 让牧童坐上去 走向带耕耘的土地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 是忍辱负重 任重道远 我想这几句话 我愿意和大家共鸣之 管我 抱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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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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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不少赚的钱的人愿意做好事的 因为我写的这本书之后 这本书的名字第一版叫散财之道 第二版名字叫财富的归宿 就是讲研究着美国公益基金会的 那么就这本书出来之后 我接触到了好多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这一块的 也不少 因此我了解到跟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事实上有好多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障碍在什么地方呢 两个原因 第一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国家在承认民营企业的地位 和保护私有财产这个观念 进入宪法还是两年以前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之前 虽然好多好多人发财了 但是他没有保障 就是说 咱们先姑且不说 他那个发财的过程啊 有很多不正当的手段 这个 姑且不去说吧 就是说他已经发财了 但是他的财产并没有保障 就是他没有 没有一个法律能够保障他的这个 他今天能够赚钱 明天政策一变他全完了 这种情况常常有的 还有就是说当地的官员可以剥夺他的 今天来给你拉一个赞助 明天再拿政策卡你一下 他就又不行了 所以他还是没有独立的 就是说真正独立的这个明明企业 还是最近的事情 这是一个 那么他自己都没有保障 他这个跟美国的资本家不一样 美国资本家不但财大 而且气粗 他这个是 他觉得他是社会的主人 你这个总统不是为我服务的 是吧 你这个他做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对于社会的责任感 自然就要强得多 这个中国的这种明明企业 他还是在加工里头刚刚出来的 然后他就战战兢兢的 不知道明天政策会不会变 他你要就就让他就要捐出来 大笔的钱为这个社会 改善社会为这个社会服务 就比较猛 第二呢 就是说已经有一些人 有这个觉悟愿意见钱 他渠道不通畅 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 并不鼓励私立 这个真正的民间基金会啊 或者是成立一个这个 我们要求的是 就是政府整个人希望的 我们有许多官办的基金会 比如像慈善总会啊 亲机会啊 儿机会啊 副机会啊 胡十字会啊 这些都是官办基金会 他要求的是最好鼓励 大款们把钱捐给这些个基金会 来办事 当然他们也去办 这个慈善事业 或者是办 但是这个是有限的 假如有一个大款 因为有富翁说 我愿意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愿意做很多事情 我也 我想做教育 我想做这个 这个 这个渠道是不通畅的 根据现在的这个法规啊 他有好多好多阻碍 并不是说不许 但是呢 这个因为在我们的政策里的防范比较多 他很怕就成立一个私人基金会 你以这个民意不定做什么坏事呢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并不等于说是我为这些富人辩护啊 为什么你人家他该捐钱他不捐钱 但是我只是说这个国情有这个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 我又要讲的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那个西方的资本家没有给 没有这样的观念 我赚的钱是为子孙过好日子的 我要给他很大笔的遗产 而中国人向来是为儿生做牛马 就是说我 我赚钱想来想去 我还是为了给儿子 给我的下一代留下很多财产 以至于你看那些个贪官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还说我还是为了这个家 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个就是在中国的伦理不一样 而在西方呢 他恰好是他不愿意留大笔的财产给他的子孙 像BOK他就是说 他们都是说 我要留给这个下一代一些钱 足够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不能够留给他太多的钱 使得他什么事都可以不干 所以你要是继承的太多的遗产 就妨碍了他自己的创业 这个是西方人的观念 这个伦理道德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由于这种问题很多 您能夹几个回答 您可以点几个详细给他们回答 那下一个我们讲的的时候 我们会发一个统一的纸 让他把它填完以后 有什么问题可以再回去 您再看 这个同学提示说 柯老师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说 您当年曾经做过 各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我想问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问题 就是您能不能谈一谈 您亲身的对这个 毛主席专案来分享 您的领导人的印象 刚才他说的 这个也有一些个不十分准确 就是说我不是专门给 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就是说我因为会外文 然后就在一个外事单位工作 这个工作本职工作 跟那个翻译没关系 但是在当时就是说 文革以前吧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有一个是在各个单位啊 他们有一个名单 觉得这几个人还可以做 就是根据他们这个 外事办公室的考察 然后等到有任务的时候 他就通知本单位 说你今天让这个人留着 今天有一个任务 某某人要接见外宾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不能说我是专门给这个领导人做翻译的 那么因此我接触的人 最多的还是周恩来总理 因为他接见翻译最多 他不是他接见外宾最多 他那个这是一个 毛主席很少 毛主席很少见外国人 其实你们的印象里都可能是文革 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到干校了 后来是那个就是什么 尼克松反华了 什么那个前后打开 那是那个不是我是在那个之前了 更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来往的很来往的都是非洲国家多 都是那种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啊 什么这些人 我们跟我们建交的国家是很少的 这个不是正式的这个外交 大多数是就是要鼓励人家革命啊 什么这一类的 那么我的印象里头的就是周恩来总理呢 他跟现在的我们所见到的人很不一样的一点 他先问他很能够穷听 就是说他跟外国人谈话 首先他先把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况 已经他已经知道了 他原来知道的还是他现学的 我现看资料的 反正走而言之他一般的他就知道 而且他的地理观念非常的这个明确 他一看这个国家知道的 你这是京度多少维度多少 他我印象特别深 他老说那个京维度 我一点观念都没有关于这个 他就马上就知道这个这个国家在地图上 因为我们建的就是嘎嘎嘎里的小非洲国家 现在你们好多人就连名字都 连这个国家的名字大概都不太记得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接见的都是这些非洲国家的人 所以呢他就是了解这些国家的国情 然后见了这个人之后 他就先问本律师学习 你们这个他想了解的情况 他的政治啊历史啊 这个物产啊包括他都问 问完了之后最后才就先听听人家讲好多 他最后才讲一些表示支持他们啊 或者是说我们对有哪些特殊的政策 先说一说或者是他的目标是怎样 其实我对我特别都那个印象深刻的 不是说一见面就说我们主张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先跟人家先说这个 然后就说你必须支持我们对台湾的这个政策 不是这样的 他都是对每一个人他都是先听人家说 而且要了解人家的这个情况 而且他真想了解 就是说他真的不了解的 他也说我对这个不明白 你一定再给我再讲讲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点我印象比较深 还有一点印象深的是 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 不管是服务员也好小 就是职位高低 他都一一要握手 并且问清楚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跟很多人不一样 比如说邓大人从来不理人 他这个他目中无人 所有的那个陪同的这个人 他完全没理也不理 好像不存在一样 你这个翻译就是一个声音 就跟他翻就是了 完了之后他也不理你就走了 就这样 这个错空是非常不一样的 谢谢 我问题很多 只能掏一些比较有意思 那个 最近的老师 您提到一个细节 说到这个农姓 我跟同学考论过 若是外地农姓南京 你会起来反抗吗 很失望的 许多人说不是的 看看情报吧 他说我们原来这是一个信仰的丢失 请问您对中国年轻的新一代的信仰 或者说民族的宁居怎么看 这种同工议审论院的农姓 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讲了半天就是希望 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一代 有一定 首先要有一个自己 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第二要有一个公民的责任感 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希望 那么 假如 假如要有外地来打进来的话 那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这个 能够起来保卫国家 但是事实上 现在不存在这个危险 我觉得 现在的危险不在于外地要打进来 还在于我们自己怎么样子 对这个社会不去不去拆这个社会的墙角 不去这个同对一些个黑暗的东西 跟一些黑暗的势力同流合污 这个非常重要 你们在学校里头 我觉得今天是桃李分方 明天是土国家栋梁 下一首歌怎么唱 你当国家栋梁的时候 你别当祝宠 这个是这样 有三刚才提到韩国 我们现在这个演讲 做期的那个提到韩国 我把这个调整一下 他说我们知道 这个2005 韩国将三五节生意成功 现在又想将汉衣印刷术 系统大本 甚至是汉術生意 如今韩国人 当了连到我的秘书 其实是秘书长 他是个秘书 可能生意之路 会增加创功 我们单说秘书吧 韩国人一直强调 他们才是正宗 对付一下 我们的秘书大人 他们还真想那么回事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您认为我国 我国 这是什么意思 我国的这个 公共潮流 是否跟韩国的 自主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的财国文化 对韩国生意 我们国人该怎么做 您有我的建议 还有一个背部 我们是坐在手道里 才方便自己有些 聊聊 请见 这个问题 我倒是没研究过 就是说 生意的问题 这个端午节 他说是他的 我们说是我们的 这个要经过考证 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 然后我们愿意 假如要是说 我觉得端午节 被他生意去了 我也我觉得也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灾难 这个 但是呢 我们自己究竟要弄清楚啊 我们认为自己最应该 作为遗产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说让一看人家把这个提出 原来我们对端午节好像已经都不太淡薄了 然后人家一提出来了 我们赶快又去 又去升端午节 人家一会儿又提出一个白月节是他们的 然后我们又赶快中秋节也要赶快去升 这个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就是说 因为像韩国了什么 包括日本 他古代的文化跟中国是分不清的 这个有千四万里的联系 那么特别是韩国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他对这些特别特别重视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很好的 大概应该有一些专家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这个就是非物质传统 到底哪些东西应该是作为我们认为是最宝贵的东西 这个应该是去保护 而且是去申请的 这个现在那个把那个生意啊 当作也是当作旅游资源 好多国家我觉得 不是国家好多省市 在那儿啊 没完没了的挖掘一种什么东西 还有山东有一个地方 就忽然挖掘出来说是这个 那是足球的发源地是吧 那是足球 然后就要去 就是我觉得老师这么搞的话 就是他的这个想法并不是发扬这个民族文化 而是发扬旅游 开发旅游资源 那个我觉得不是 这是最想歪了的东西 至于说是忌孔的话 我也觉得用不着去跟海波比赛 这个因为我觉得忌孔作为一种民间的这个 谁愿意忌就忌 这个比如说屈服的这个人特别愿意忌孔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无可厚非 但是我不太赞成作为一个国家的大点 这个应该很很慎重的来来考虑 这个东西文说 老师挺好 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 你当年在中国之余翻译了那个国民中外人的曹宜梦 而网上又说你很喜欢提起这段历史 我不是说我翻译了《狼条一梦》认为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事 还不愿意提这段历史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当时我完全是一个就是被动的 我自己并没看到那本书 后来那个文明文学出版社忽然就找我来 就说你翻看这个吧 而当时呢我正好那个美国外交史刚写完 觉得非常累 所以我想轻松一下 就是一个大热天暑假的我记得 就翻着玩玩 但是我没有想到呢 这本书后来就变成了这么样子热门 然后就少很多人来找吧什么之类的 我就不愿意人们呢 就把我这个名字知道了 就是因为这本书 我干了那么多重要的事 你都没书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我所有的作品比这个都重要的多 包括我翻译的东西也比这个重要 比如说像巴尔扎特的作品啊 像我很喜欢的美国作家的这个托方者啊 什么这种都是我自己愿意翻的 而且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个呢也不是怎么不好 也就要是觉得我觉得很不好 我也不会去翻它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 一提起我这个名字来就跟这个连在一起 别的都忘了 我就不愿意 斯老师说近年来 一大批漢学者强调武学 呼吁传统文化 但是双小成为 你认为中国是否还要进行一场内持有五四的文化运动 才能使传统可以 也深圳的 或者说是否正在一种很好 没有的方法是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 我觉得文化这个东西啊 是这个 应该说是任务系无声 这个 就是说 不是靠运动来好 不是说来一次运动 就能够怎么怎么样 这个 所以现在有好多 这个儒学专家 这个 就是说愿意 倡导 应该发扬儒学的传统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家之言 并且完全 就是说 完全可以这样做 那么另外的一些人 他要宣传 比如说西方的这个 某些 优秀的传统 需要要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 或者是也要研究什么 也可以做 就是我 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百花齐放 这个 儒学应该是百花齐放中的一种 而不是说 只此不应该现在再来定于一尊了 如果我们讲传统文化的话 传统文化也有好多好多 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柱子百家 是吧 也不只是说孔子和儒学一家呀 那时候 我记得韩推子就写过 就是讥讽 这个说儒学是显学现在的 然后他就反对 那么 还有这个庄子 还有老子 还有列子 还有那么多 这个到后来 发展起来以后 那个到后代 又有好多不同的 这个思想 产生出来 一直到明朝和清朝 就已经有反恐的思想了 比如像戴东元 比如像领治 这些人 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研究 这些都是遗产 所以我 我就觉得这些都 没有什么需要 好一个运动 叫大家都这样 而且何况 我觉得根本就没效 你说要 无论你多提倡 哪怕是用国家的力量来提倡 都没用 因为现在这时代 已经不是这样了 很多问题 当我们在 最后到 关于最新秀的时候 还有十分整个的时间 我们也有 一个问题 也跟一次下 做功课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今天晚上我们聆听的 老师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 这是话题 我是非常感受的 因为刚才 老师老师讲的这个主题 在讲到 手品之间的那些话题的话 我们在 南大心眼看见 然后我们也就 老师老师做了一件书 叫 《老师中的天下》 这个书呢 打开了 这个 这个罪念上 写的那些 两句什么话呢 人生不满法 价怀千个忧 这是我想到 一个 知识分子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今天参考之中 把自己的命 和这个国家 和这个民族 结合在一起的 自老师呢 是我著名的那个 我们说的 著名学者 李正之宣的介绍 给我们 都在大学 李正之宣的 李复去 他听到我们 东南大学了很多 有人说 自老师这个 李正之宣的 是我们 中国最多的一个事 可是我们在 自老师身上 也能看到 事的一次 自老师 明天叫到 香港去 在去 香港之前 他想到 我们九龙五小区 对我们 东南大学的 权利举掌 体验 他对我们 东南大学的 申请后遇 最后让我们 再给 对这里表达 感谢您的权利举掌 感谢您的权利举掌 感谢您的权利举掌